直升機緩緩降落地面 在救難人員的協助下 戴著安全帽 身穿工作服裝的礦工 一個一個走下直升機 他們就是受困在 合輪礦區的工作人員 可以看到其中人 一次腳受傷 走起路來相當不方便 另一邊救護車 已經到現場待命 立刻將人送醫治療 石頭太多了 像子彈一樣 從上面這樣 不知道要跑哪裡 受困的礦工 回憶當時情況 表示落石就像子彈一樣 不斷掉落下來 幸好現場有沙包 他們趕緊躲避 另外不久後 直升機也立刻出發 將受困的另外三人 平安載運下山 另外一邊因為和平礦場 還有人受困 花蓮縣府準備物資空投 可以看到貨車裡 堆得滿滿滿 有八寶州 花生人湯 餅乾睡袋等等 物資總共有421公斤 消防學出動直升機協助